道没有用的 他是有money 他money拿出来就把你打死了 我告诉你 他有money他可以上电视 有money可以上报纸 有money可以做任何一种事情 他的宗教团体很大的 因为他有很多的money可以应用 现在台湾最大的宗教团体 多是money 我告诉你 像我们宗教团体 我们就是丐帮 然后我们正活中就是丐帮 我们的弟者是卖绿豆汤的 看到师尊说 哎师尊 吃一碗绿豆汤 我说你是谁 我是正活中弟子 吃绿豆汤免货 师尊吃绿豆汤免货 到处都是卖绿豆汤 都是师尊的弟子 卖衣服的也是 在路边也是常卖衣服的 很多都是师尊的弟子 师尊的弟子 没有什么大企业家 为什么 因为师尊不喜欢大企业 不是不喜欢 是说不愿意去攀那些大企业家 不愿意这个三次 人家叫去登门造访 登门去拜访这些大企业家 不是没有大企业家 是有 不愿意登门造访 因为不给人家看 看了师尊对于钱比较 有兴趣 师尊是对道比较有兴趣 对钱赤之 因为钱不能买得了生命 健康跟青春 也不能因为有钱就可以成佛 但是生起赤地里面 有习征怀诸 像争议法 像财神法 这个还是要普遍的应用的 去度化众生 让众生 让我们的弟子 增加我们的福分 一听说增加福分 他就乐于修法 所以度众生 有很多种方便法 你必须要这样子去 让它产生一种兴趣出来 像虚空场菩萨 求闻词法 很好 求闻词就是 让你记忆力很好 让你能够记得 很多的英文单字 让你能够读经不忘 那么很多人喜欢读书的学生 他说 这个法好 我乐于去修 那么财神法 给这些企业家 他们乐于去修法 当然 这个 基于这一种因 当然不能得到成佛的缘 成佛的果 当然不能得到了 因为它只能够 帮你增加记忆力 帮你得到财物 增加你的福分 但是由于你修法的法乐 产生以后 你进一步可以接触到 严满次第 你进一步可以接触到 严满次第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证明到这个空里 这个道的这个中心 可以直接地到道的 所以有间接 方便的话 去度化众生 然后再直接地用 严满次第 去顿入空性 去得到这个道 成佛 我想这个佛 当然是必须要钱的 成佛不是要多少钱 就可以成佛 绝对没有这回事 你贫穷的人家 也可以成佛 你富有的人家 也可以成佛 因为钱 只能用在沙婆世界的 这个友情的气世界 物质世界 才用到钱 真正在心灵世界 在无形的世界 是用不到钱的 他用的只是 你心灵的一种 修养的这一种层次 所以密教里面 很多的祖师 认为说修法 直接印证空性 就可以成佛 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普遍的人 没有办法接受 要度化所有的众生 一定要升起次第 才能够度化 所以在因果上来讲起来 因果讲起来 你用什么因 它是结什么样子的果 那你以成佛之因 你就能够得到佛果 这就是圆满次第 那么升起次第 你用增财富的因 那么当然增加到财富了 得到财富的果 但是你接触到法 由这个法 再引你走入 这个圆满次第里面 这个就是宗哥八祖师 在这一章里面 所讨论到的 这些 我是用比较浅显的方式 讲解给你们听 假如用深一点的 直接这样子 跟着这一章念的话 就没什么意思 那我们生活中的密法里面 不舍弃升起次第 也不舍圆满次第 所以有的人讲 先以异钩之 先用你的欲望 来引你入佛门 最后呢 再教授 这个成佛的大道 先以异钩之 先以你的欲望 来勾引你 对佛法的信心 最后呢 才让你入佛之 进到如来的智慧里面 所以这个也等于是 在讨论方便跟智慧 方便就是升起次第 智慧就是圆满次第 俗地就是升起次第 圣地就是圆满次第 直接成佛就是圆满次第 方便得法就是升起次第 就是这样子讲 那么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法 我们也要修升起次第 也要修圆满次第 你要直接修圆满次第的话 那么离开所有的戏论 就是说那些戏论啊 功巧名啊 这个五名之邪 五名之邪当中 其中只有一个念名 是圆满次第 是圆满次第 其他的这个 这个功巧名啊 英名啊 这些这个 其他市民啊 都是升起次第 都是升起次第 所以这个 今天这样子讲 差不多就可以了解 中哥八祖是在讨论 升起次第 跟圆满次第 今天就谈到这里 Om Ma Ni Ba Mi Ho